这起谋杀案发生在比利时4500公尺的高空中 凶贤克劳特曼和死者凡多伦原本是对热爱跳伞的好朋友 2006年他们因跳伞结识一名荷兰帅哥 三人演变成关系复杂的三角链 经常为针锋吃醋起争执 有次他们约朋友一起玩高空队形跳伞 其他人陆续跳机组成队形 但凡多伦跳出飞机之后 头盔摄影记录下他试图拉主伞跟副伞却都拉不开 最后从4500公尺高空坠地摔死 警方传讯同行的克劳特曼 怀疑他割断死者降落伞上的线 比利时法院前天开庭审理这件案子 克劳特曼看见死者的伞具遗物显得很紧张 但他否认因针锋吃醋 下毒手害死好友 东新闻综合报导